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美图秀秀至上市以来 置值从最高的900亿元缩水至300亿元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盈利能力备受质疑 而从目前美图秀秀公布的2016年采放来看 2016年美图互联网服务相关营收达到1047亿元 其中美派的产品充值金额达到4430万 接近其互联网服务营收的50% 显然这款美图秀秀早年孵化的产品 在公司持续亏损的情况下 已经担起了盈利重任 三 丰富原本的产品内容形态 微博捆绑秒拍和今日头条孵化的西瓜视频 逻辑都是用海量的短视频内容填充产品 丰富原本的产品内容形态 满足用户获取多元化信息的需求 今日头条和孵化抖音可以看作是今日头条 在短视频行业中进行全面布局的动作 其希望在短视频行业打造一个产品矩阵 打造一个内容生态链 此外 据秒拍创始人介绍 秒拍孵化小咖秀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提升秒拍内容的娱乐性 补充秒拍里的内容 在研究了巨头的战队战略意义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种类型不同的优劣事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种类型的发展趋势与优劣比较 一 短视频综合社区 运营压力大 需要大量的内容支撑优点 这类短视频平台的优势 在于用户粘性高 覆盖面广 容易对内容源产生管控 若未来采取独家签约的方式 可以形成较高的壁垒 缺点 平台运营压力较大 内容积累 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 对优质内容 网红的维护 需要很强势 以国外产品 FINE为例 这个短视频社区 突然暴毙的原因 就是社区网红集体出走 FINE在美国被誉为 短视频社交鼻祖 作为一款具有 先发优势的短视频产品 在面对Instagram的大举进攻时 因为缺少成熟网红的吸引力 和优质内容 无法获取 更多新用户 在平台本身培养的草根网红 被不断挖墙后 导致用户量急剧下降 最后走向死亡 2.短视频社交平台 成功难度大 传统社交平台 不容易被取代 优点 通过短视频 转直播视频交友 转换路径 非常顺畅 从短视频的弱联系 到直播视频的强联系 有机会让用户发生 更深入的社交行为 成为一种新的陌生人 交友方式 缺点 因为外部环境的原因 微信 QQ短视频社交平台 成功的难度较大 社交关系链较弱 由弱到强的关系链 转换难度还是较大 以快手为例 快手CEO就曾在公开场合说过 辛辛苦苦把用户对接上 聊得开心了之后 走吧 我们去微信QQ接着聊 3.工具类短视频 可迅速爆红 亦被抄袭 社区转化 具有局限性 优点 工具类型的产品 可以快速满足用户的 个性化需求 转发门槛更低 一旦引爆 传播速度极快 以最近很火的抖音为例 抖音从去年9月上线后 直到今年2月前 一直默默无闻 但今年3月15日 小月月 在微博转发了 抖音短视频后 几百多指数 直线上升 缺点 难以培养 用户长期的粘性 没有竞争壁垒 从目前网上 所公布的信息来看 抖音和国外产品 Musical Live的部分功能 很相似 Musical Live诞生于2014年 小咖秀 也有类似抖音的 晃卡功能 抖音与小咖秀的晃卡 而在用户粘性方面 工具属性产品缺陷 也较为明显 秒拍创始人 曾公开表示 在秒拍的一 零时代时 想把秒拍定位为 一个短视频工具 但是发现用户的使用 频率并不高 于是 开始向社区类产品转型 而作为第一代工具类 短视频的美拍 也是以美颜摄像 切入市场 随后转型社区 类短视频平台 但就目前来看 小咖秀 和抖音的个人化属性 都太强 转型短视频 综合社区难度较大 以小咖秀为例 在当年应急逗笔的内容 和新浪微博的大力推广 而爆红 受到广泛关注 但近期 似乎反响频频 百度指数 从最高峰的6万 下滑到2000 从小咖秀的内容来看 同质化 非常严重 很难有创新 其次 用户的粘性和留存 也是问题 新鲜境过去后 用户对产生新内容和消费内容 都失去了动力 小咖秀 百度指数 写在最后 不管是从商业前景 还是未来的发展潜力 短视频行业 已经逐渐展现出 极致命的诱惑力 而在剧投入局后 对于较小的 创业公司来说 建立投播内容平台的机会 已经越来越少 如果还想搭上 短视频这个风口 介入点也许只能 从生产内容上去寻找 同时 在短视频社交领域内 快手和默默 已经逐渐和其他同类型的玩家 拉开差距 但如何进一步强化社交链 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工具型短视频 则还处于探索阶段 如何避免同行借鉴 沉淀用户 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战斗最为激烈的 短视频综合社区上 目前各个平台 都在不计成本的 补贴内容生产者 但如果只靠补贴 明显不是长久之计 如何构建 合理的商业生态圈 把握好与网红们的关系 才是未来决定胜负的关键 中拉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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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家连接 もう是自己认为 中拉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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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a